这节课我们在针对这个危险应对的一些小技巧来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一个是判断是否被尾随 我们可以通过利用化妆镜或者是一切可以反光的一些东西来隐蔽的观察一下后方是否有人 再一个是如果你怀疑有人跟踪你 你可以故意的突然停下来踢踢鞋 或者是说装作接打个电话 然后观察你这个怀疑的人的反应 也可以突然的掉头向反方向走 那么如果你怀疑的这个人也随你改变方向 那你就要小心了 我们这里赠送一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安全教育专家王大伟教授编制的歌谣 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 要是他又跟过来 拔腿就跑莫迟疑 那么下面一个我们再讨论一下 判断是否有危险靠近 暴力在即将发生的时候 我们开始的时候都是惊慌失措的 而且我们自己也会呼吸加速 脉搏跳动加快 但是不只是我们自己会有反应 就是作为袭击者 他的身体也是会出现一定的变化的 然后因为他们也需要这些变化 为他接下来的这些行动 做一些生理的准备 如果我们能够提前的察觉到这个危险 即将发生的一些信号 是可以提前的预判并且能够躲避的 例如如果某个人他看起来举止很乖张 神色反常 最好和他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就如果无法远离 已经很近身的情况下 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语言安抚 那么如果两个方法都没有用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激进的解决办法 反击后再进行逃跑 那么紧张的一个普遍特征 就是音调或者是语速会发生变化 如果你注意到 有人在接近你的时候 毕竟他们这个说话不是很连贯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眼神有闪躲 或者是又比较迫切 很固执的做某一件事的时候 或者是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需要提防 需要当心了 第二点就是脸部涨红 这点很明显 我们在紧张的时候 血液是会上涌的 就会出现不自主的脸红 就如果攻击者 他想要实行一些暴力 那么他准备攻击的时候 他的肾上腺素就会刺激他 心跳加快呀 血管扩张呀 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脸红 那么当然不是所有的 胀红的脸都是要抢劫 或者是实施暴行的 只是说这是危险信号的 其中一种具体的情况 还是要看现实的情况来辨别的 那么第三个 我们前面也说到过 还是那个提供不必要的 帮助的问题 就如果你在停车场 或者是一些不安全的区域 有人来问路 那么问时间 或者是说要主动的给你提供帮助的时候 这个时候都是要留心的 如果只是简单的询问 就可以放心 但是如果他们接下来 还要讲述那些不必要的细节 就要注意了 骗局的一个经典的信号 就是分享过多没有意义的细节 这个我们在前面的课上都说过了 就像我们这个人撒了谎之后 他总是会为了圆谎 平填很多的细节 就像是他可能会问你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我估计应该快三点半了吧 但是我好像把表给放家里了 我一般都是通过手机看时间 但是我手机又坏了 就类似这种情况 就是不断的在掩饰 不断的堆砌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了 就需要提高警惕 这也可能是一种他不怀好意的接近 这个时候就应该保持淡定 并且礼貌的说不用了 谢谢 不好意思 我不清楚 您可以问一下警察同志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 关于呼叫技巧的问题 我们在那个各种场景当中都提到过 一般在呼救的时候啊 也是分场所 喊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着火了的问题 其实呼救时喊着火了 比这个喊救命的效果要好很多 这个应该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这里我们就重点说的是 就是你把人叫出来之后 这个呼救技巧 就人再多 他光是围观没有出手的 也是没有用的 心理学研究上 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 同样都是面对一件事的时候 围观的人越多 能够出手相助的人反而越少 这在心理学上 被称为旁观者效应 就很多人围观的时候 求助这个任务 是落在围观这个群体上的 就每个人身上的这种社会责任 是被弱化了 这就会导致 没有人愿意单独行动 然后单独站出来 他也害怕自己会成为一个受害者 所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都是先看一下别人怎么做 但是在人少的场合的时候 就在场的人 他从这种社会道德上来说 是应该承担起这种救助责任的 所以反而容易得到帮助 那么呼救时 能够来几个人 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 而且从歹头手里救人的这种精神压力 也不比扶一个街头摔倒的人 压力要小 所以人出来之后 如何求救 也要讲究一下 那么最好的方法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你自己能够通过武器 或者是一些别的防卫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这个歹徒的威胁 就是你要给围观者一个痛打落水狗的机会 那么如果做不到 那么人多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求助信号具体化 就一定要提高针对性 去找一个领头的 往往有这么一个领头的人 群体力量就容易调动起来 切记我们这里 一定要注意的是 不要空泛的再喊 救救我 或者说大家帮帮我吧 帮帮我 就这一类 他没有具体针对的对象的话 往往是容易被人忽视的 我们要具体指向某一个人 比如人群中明显表现出 有这种相助冲动 但是还在观望的人 或者是说明显在体格上 他相比这个歹徒是有优势的人 你就可以直接面向他 就喊他 大哥你帮帮我吧 就你要把这个责任具体化 这样才有更大的这个希望 能够得到帮助 千万不要找那种面带笑容 一直看热闹的 或者是拿着这个手机 一直发朋友圈的 万一再招来两句风凉话 就更可能打消其他人 出手相助的这种想法 那么如果周围人少 而且是明显在这个战斗力上 是压制不住歹徒的话 那么你的呼救啊 就要让人感觉危险性小 而且你要明确的告诉他 你需要什么帮助 比如 请你帮我报警 请你帮我找保安 等等 而不应该是空泛的 只是单纯说的救救我 就以免对方在没有能力帮助你 制服歹徒的情况下 他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帮你 从而会耽误一些时机 让你陷入一个更大的这种危险当中 这是我们说的关于这些呼救的一些小技巧 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一个新的认识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